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巴雅居 《混淫》继续收听《物恋巅峰》 第2927集 乾坤挪移 身形缥缈恍惚了一下 已将自身放逐进虚空之中 那一滚砸了 春天而过 狂暴的力量爆发将虚空震碎 让杨开的身形重新显露 嘴角溢血 他虽用自创的秘书避开了这一击大部分力量 但余威却依然透过虚空震到他体内 气血翻滚 呼吸微止 他不太好过 但那力膜似乎更加难受 本事是在必得的一记重击 没想到一下子打在了棉花上 一个把持不稳 身子都摇晃了一下 立足不稳 就在他诧异地朝杨开瞩目 似乎没想明白杨开为何能受他一击不死时 杨开一朝他张开一手 空间法则跌倒 口中低河 输 四方空间 顷刻间化作无形泥筹 将这力膜身影束缚原地 动弹不得 力膜眼珠等元一身佩然俱力爆发开来 竟让那虚空都发出咔嚓嚓的不堪重负的声响 一道道细小裂缝在四周游走浮现 观此情形 只要用不了三细 这力膜便能脱困而出 杨开却嘴角归调 看死人一般看着他 力膜隐隐感觉不妙 一国悚然之意笼罩全身 感受到前所会有的死亡的气息迎面扑来 抬头望去 视野之中一道流光从几十里外击射而来 那流光之中一根长达几丈的巨弦旋转而来 风锐的气息刺得他欺膚生疼 嘟的一声 那流光已将力膜穿铁而过 精准无比地定进了他一颗魔心之中 让那魔心剧烈膨胀了一下 嘟嘟嘟 第一剑之后 一连八小又是八只箭矢 几乎不分先后 直接将这力膜射成了一只刺猬 而那每一剑都在他的要害之上 体内几颗魔心更是被摧毁殆尽 力膜的身躯一下子僵硬在原地 抬头朝几十里外望去 只看到那边一颗俏丽的身影 悬浮虚空之中 嘴角抽了一下 似是想说些什么 却最终没能说出口 手上那铜棍一般的魔宝悄然滑落 一身生机迅速消退 几十里外 波亚呼吸极促 脸色苍白 苏兄极速起伏 握着进攻的手都在微微颤抖 方才那一轮急射 乃是他动用了本族秘术而为 若不然也达不到那样的效果 而付出的代价便是一身魔源 尽缺三成 换句话说 刚才那样的剑术 即便是在他全盛时期 也只能施展三次 随后便会力竭 代价不小 结局却让人颇为满意 坐镇在那边的上品魔王已经身亡 剩下的人数虽然不少 却难以在阳开面前 再翻出什么浪花了 此地的包围圈 已经打开了一道缺口 随后不管是战是逃 云影这边都有选择的余地 忽然发现 偷奔在阳开会下 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凭借这个家伙的空间神通 配合自己的精妙剑术 没有防备的上品魔王 他们尽可杀之 之前的血斗场的时候 就是如此 而今日一战 两人的配合更加娴熟了 深深地吸了口气 博雅收起了进攻 双手各握住一块上品魔精 尽可能地恢复消耗掉的力量 虽然出其不意地 破了蓝园这边的一个埋伏点 但还有两个呢 更何况 铁门那边另有六位上品魔王坐镇 今日接下来 毕竟是一场贺战 这个时候任何一点恢复的机会 他都不愿错过 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听到另一侧 传来一声剧烈的响动 让他狐疑地朝那边瞩目 只见那边百里之外 似有惊天大战爆发 光芒闪烁不定 人影翻飞 那是蓝园大陆的另一个埋伏点所在的方位 是老可和英过来了吗 速度倒是挺快的 以这两位联手之能 在服以云影如今拥有的力量 倒是可以解决那边的麻烦 下意识地施展同树朝那边仔细看去 入目所见让他不禁挣住 因为那边的情景与他想象的有些不太一样 劳克和英乃至云影的魔族根本不见踪影 反倒是有一尊十几丈高的十巨人 在那边大发神威 这十巨人浑之冒着熊熊烈火 张满了尖锐道次 也不知道他到底施展了什么妙法神通 在波亚同树的观望之下 那边方圆十里之地 有一层无影无形的领域笼罩 在处于这个领域笼罩范围内的魔族 竟是他无法控制自身的精血 从体表毛孔处 不断地有阴红的气息飞翼而出 朝那十巨人汇聚过去 那其他的领域竟有吞噬万物之能 那十巨人无疑是一尊极其强大 甚至恐怖的存在 波亚亲眼看到 他随手一拍 就将一个中品魔王拍成了鸡粉 所有的精血能量都被那十巨人吞噬殆尽 只剩下一些残渣洒落 那边同样有一个上品魔王坐镇 但明显不是这十巨人的对手 交锋不过几夕便彻底落入下风 幸得不从护卫才保全性命 这家伙哪里冒出来的 怎么好巧不巧地在这个时候 与兰元的魔族为难 波亚隐隐感觉这个十巨人应该是阳开的手臂 但始终没想明白他到底是如何出现的 又如何悄无声息地接近那边 竟是在差不多的时间与阳开一同反弹 导致兰元这边的两处埋伏点几近瘫痪 接下来看到的这一幕让他愈发确定了 这十巨人是阳开弄出来的了 因为那边的魔族魔王之下的存在 身体居然迅速干磕 首先是一些魔将 在那无形领域的吞噬之下 身体很快变得干瘾 再然后是魔帅 这让波亚想到了 那还挂在腹底高处的裂筐的尸体 与此刻眼前所见竟是如此相似 原来如此 那一夜裂筐之所以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被阳开斩杀 原来是这个十巨人的功劳 使他吞噬了裂筐一身精血运气 让裂筐变成了一具干尸 死不瞑目 波亚眼前一亮 由此助力 半生之下堪称无敌 怪不得杨开这家伙有恃无恐 就在波亚关注法身那边的战况之时 杨开也在大杀四方 坐镇此地的立摩一臂 剩下的一些中品下品魔王和魔帅魔将们 根本阻挡不住他的杀戮的步伐 短短十几席功夫 此地上千魔族便已惠不成军 魔王级别的存在陨落大半 魔帅魔将也是死伤无损 眼见局势不妙 剩下的魔族哪还敢继续逗留 纷纷做鸟疏散 轰然溃逃 杨开随手斩杀了几个逃跑的魔族 也没有再去追击 一边将那些被杀的魔族尸体收集起来 准备给法身吞噬 一边扭头朝白礼坏望去 法身那边也动手了 不用想也是一面倒的局面 若是四五位上品魔王一起联手 或许还能稍作牵制 但那边只有一个上品魔王 根本不可能对法身造成干扰 法身是他从虎头战车上出来的时候放出来的 否则以波雅之能不可能毫无察觉 而且法身出身石魁一族 天生精通土盾之术 从大地之下接近那边的埋伏点也是毫无痕迹 如此突袭果然一举建功 轻轻冷笑一声 杨开望了一眼借门那边 果然见到那边的魔族一阵混乱 这两处战场的动静 他们不可能毫无察觉 明显是看到了什么 才会有如此的反应 科森死不死他不太关心 对他来说 魔族这边死伤越多越好 当然科森如今是他的首相 能不死最好不过 死了也无所谓 所以他根本不担心 蓝元这边会狗急跳墙杀科森血愤 信念一转 杨开便以催动空间法则 从原底消失不见 几个闪烁就来到了波雅身边 四目对视之下 杨开发现波雅这女人看自己的眼神 跟以前有些不太一样 没了之前的漫不经心 多了一些凝重 当即知道他应该是看到了法师那边的动静 沉隐了一下波雅道 现在要怎么做 指导黄龙 还是剪出最后一个埋伏点 指导黄龙的话 就得去剑门那边 与兰元决战 不过他们如今只有两人 劳克和鹰还没有过来 希望不是太大 波雅比较倾向于护着 然而如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 再想出其不意 不太可能了 那最后一个埋伏点处的上品魔王 必定会极其小心 杨开微微一笑 他们已经替我们做出选择了 波雅微正 放眼望去 只见剑门那边忽然分出一支队伍 在三位上品魔王的带领下 朝这边飞驰而来 而那最后一个埋伏点处的魔族 也再朝这边赶来 双方很快汇聚一处 气势汹汹 波雅微微变色 扭头朝杨开望去 我觉得还是暂避风芒 等劳克和鹰过来 再做打算为妙 四位上品魔王联手 麾下更有数十个中品下品魔王 纵然杨开之前表现不俗 也绝对不可能是这些家伙的对手 继续停留在这里 只会倒霉 为今之计 只有去与劳克和鹰会合方有胜算 等着 杨开淡淡道 等 等什么呀 波雅一脸不紧 眼看着前方的魔族大军 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一颗心忍不住提到了嗓子影 纵然相隔近白礼 他也能感受到前方那群魔族的冲天之怒 想想也不奇怪 本来蓝园这边占据了绝大的优势 天和人时地利 大有一举解决云影的意图 却不想堪堪交锋 这边就有一处埋伏点被清理 魔王死伤十多位 还有一个上品力摩 另一处埋伏点 看样子也是胶着不堪 无力支援 换他是蓝园的魔王 也会脸面无光 必定不惜一切代价又找回场子不可 二百里之地瞧着挺远 但对魔王们来说却不过咫尺之谣 用不了十几息就能感到 眼看着对方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博雅嘴角抽出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能不能套个底 我可不愿死在这里 杨开置若罔闻 指示静静地凝视前锋 七十里 五十里 三十里 当那群家伙距离这边 仅仅只有二十里 纵然博雅不用同树 也能看清那些愤怒的面孔时 杨开才忽然一伸手 抓住了他的胳膊 凝声喝道 不要反抗 博雅一正 不情不愿地 放弃了一切抵挡之能 主要是魂魁在这家伙手上 他纵然反抗 也无济于事 下一瞬 博雅便感觉自己 被一股空间力量包裹 一瞬间天旋地转 等回过神时 人已不在原地 反而出现在另外一处地方 身边也没了杨开的踪影 只有脚边一枚珠子 散发出参与的能量波动 这珠子他看着有些眼熟物 郭雅很快认出 这东西李时勤手上也有一枚 好像是杨开前几日给他的 若是遇到危险 激活那珠子中的进法 就能安然无恙 自己出现在这里 跟这枚珠子有什么关系吗 忽然想起 此前途经此地的时候 杨开似乎从虎头战车上 弹出了一个什么东西 当时没看清楚 现在想来 那应该就是这枚珠子 若有所思地抬头望去 波雅忍不住眼前一亮 只见前方几十里外 那一群由四位上品魔王率领的魔族队伍 正凶猛前扑 好似出闸的猛火 关键是这群家伙居然背对着自己 波雅忍不住想笑 在一个精通射术的羽魔面前 居然还敢亮出后背 简直是自寻死路 瞬间明白了杨开的打算 和刚才叫他等待的意图 原来是在等这一刻的到来 同时心中悚然 这家伙居然算计如斯 这下蓝元这边怕是要倒霉了 波雅忽然消失不见的一幕 蓝元这边的魔王自然看得真气 虽感觉不堵 但此时已无力探究太多 指印在波雅消失的同时 杨开以虎月前扑 朝他们迎了上来 手上一柄百万剑 剑起重修 勾勾举起 轰然劈响 巨大的剑芒 似要将这天地都一分为二 破碎虚空 切向蓝元阵营 感受到那一剑之威 所有魔族都凝重变色 不约而同地 朝左右两旁分开 避其锋芒 轰的一声 巨强传出大地军令 地面上一下子出现了一道 长达千丈有余的裂缝 一些躲避不及的魔族 被那剑意思念 纷纷化作积分 一群魔王见了 都面称如水 好在这一级威力 虽然不俗 也颇具杀伤 但只有一些魔帅魔将被杀 魔王们都安然避开 没有半点损伤 人则下一刻 从几十里外的地方 几道流光闪电而来 传出痴痴的破空之音 杨开既已出手 波亚又怎会闲逞 难得碰到一群 将后背露给自己的蠢货 波亚根本忍不住出手 将之射杀的欲望 这几戒 不比先前射杀那上品魔王的 九剑之威 虽然波亚没有动用 那损耗极大的秘术 但也不容小觑 无论速度还是杀伤力 都让人心惊胆战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 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亚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五恋巅峰》 ——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